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谈定2017年那些火爆的国产剧,这不你错过了吗? 刚刚过去的2017年,可是国内电视剧网络巨大发展的一年,各种新题材新形式的剧层出不穷,让很多喜欢火产影视剧的观众们重拾信心,对国产剧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 可是,如果让我说2017年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,我会把这一票投给年度热播反腐大剧《人民的名义》。 如果问我,为什么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人民的名义,因为这部剧在开播的时候,基本上都是老,中,听三代人在追,因为剧中的话题引起的热议,基本上隔一段时间,就会成为微博朋友圈的热搜爆款。 各种社交媒体上的推文更不必说了,也大都是围绕着这部剧展开的各种问题的探讨,还有,剧中的一些热点人物,或故事情节,很多也已经成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子。 那会儿,大康书记的表情包,剧中的段子,都快成人们聊天斗图的必备了。 更重要的还因为,人民的名义在同等题材的国产电视剧中,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人民的名义这部剧之所以会那么活,不只是因为这是一部大尺度的反腐剧,还因为它通过人物和剧情,反映出了很多现实中的人性及社会问题。 观众一方面欣喜于反腐剧,比以前尺度大,放得开,还有官方的字,黑与反腐也恰到好处,突破了之前电视剧中正反拍黑白分明的局限,另一方面接近现实生活的剧情,将观众有了很强的弹入感,太多的是会痛点,不仅戳中了你的神经,也让你有了强烈的感同身受。 好剧之所是好剧,是因为它会让你产生共鸣,不过,虽然说剧情接近现实,可它毕竟是电视剧,而不是纪录片。 即使在剧中有些人物的确是有缘形的,可那也是经过艺术加工而演绎出来的。 所以不要把电视剧和现实生活完全的画上等号,那会儿看到新闻上说,某人生活中遇到不满,想要联系大康书记,还有某人酒驾被查,声称自己认识其厅长,每当看到这些新闻,都觉得这些戏本真的是太入迷了,可能看剧的代入感太强,导致自己支持走不出来。 不过,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,这部剧确实是年度好剧,这部剧不仅是国产剧的里程碑,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方面的意义。 人民的民意,一方面展现了当下官场的腐败和风机的败坏,另一方面,也旨在向民众传达国家和政府对于贪污腐败以查到底的决心。 以人民的民意,政府下了决心,人民也就有了信心,门一鸣。